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请先开金本,二百七十六名,二百七十六名,倒数第二行。 从这个小柱二十五段看起。 遍迹之心,为普遍计较执着, 即向宗常说之分别执着,攀缘无名妄想等。 意在明其,虽是无名妄想,然为真心之所变现,非利真心而别有也。 这是向宗里面讲的三性与三五性。 那么这是向宗非常重要的理论。 他将释出世间一切法,归纳为这三种性质。 变迹,变是普遍。 戒就是计较。 我们用计较,大家好懂。 这个向宗里面,他们的论典里面称为计度分别。 度是度量。 就是计较度量分别。 那么也就是信众常讲的,像我们在《金刚经》上常看到的。 我们《净土经论》当中也常常看到的,所谓分别执着攀缘,无名妄想等等。 这个里面的范围就非常广大。 而在《博法民门》里面,我们看到的比较上具体一些。 就是说于不相应的心法。 博法一共分为五类。 第一类心法,第二类是心所法。 心法跟心所法,以及色法,都是属于一塌其心。 一塌其心,它是时时多多条件而形成的。 这些条件就是一塌其,就是因缘所生的。 那么遍其所值呢,它用现在的话来讲,抽象的概念。 它没有事实。 譬如,这个《博法》里面,不相应刑法第一个是德。 德时的德。 说德呢,当然事业包括在其中。 讲一个就行了。 那么德有这么一个概念。 我得到了,我得到了财富。 那么我是心法。 财富是色法。 把这个两边离开,单单讲德。 德是什么呢? 德既不是心法,也不是色法。 但是它确实有这么一个概念。 它虽不是心法,也不是色法。 它是从心法色法连带发生的。 也离不开它们。 但是不可以归纳在它们那一类。 这个叫做不相应心法。 反而是这一类的,都是边际所知性。 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实。 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 在信中,总而言之,就把它称之为妄想。 这是说语妄想。 这个意思是说明,它虽然是无名妄想。 可是它是真心所变现的。 真心是万似万无的本体。 其实我们讲的三心,通通都是真心变现出来。 离开真如本性,就无有业法可得。 打个妄想,也是从真心里面起来的。 所以,不是离开真心,而别有业法。 这一句话特别说在边际所知性上。 因为它完全是虚妄的。 不像这个心法色法,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存在一样。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完全不存在。 完全是一个妄念。 那么第二个呢,叫以它起心。 即信中所说之,缘其缘生性其。 此证本性随缘, 现其之相用,缘不离心其。 一直随意,它只云而焉焉。 这个地方的注解,实在讲呢, 比相中讲的简单,容易明了。 像中讲的非常的繁琐。 意就是依靠。 它,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许许多多的条件。 它要以许许多多的条件呢,才能够生起现象。 反而是这一类的,我们都称它做一塌其心。 那么一塌其心,就是法信中里面所讲的缘其。 剥若经上就是这样的缘其信空。 缘其,释出世间一切法。 包括佛法也是因缘所生。 这个因缘所生呢,就叫做缘其。 那么缘其的法呢,决定没有自体。 我们讲信空,那个信是叫做尸体。 它没有尸体。 它是许许多多条件,和起来的现象。 这个条件散开了之后呢,这个像就不存在了。 所有一切的这个形象,都是一塌其, 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 身体是属于一塌其。 那个它呢,就是四大五蕴。 四大五蕴还是用归纳的方法来说的。 因为细说了,那个太繁琐了。 把它归纳为四手想行识。 这个五样东西喝起来。 那么有这个身体。 四大五蕴要是离开了,这个身像就没有了。 可见的这个身呢,确确实实没有自信。 那么身实在讲,有没有生灭呢?没有。 。 那,圆聚的时候啊,不生而生。 它地确没有生啊,我们看到好像是生。 圆散的时候,不灭而灭。 实在讲,它没有灭。 它只是元聚元善而已。 哪里会有生灭? 所以生灭是我们看一种粗的像。 看这个聚善之像。 聚,我们叫它生,善叫它做灭。 实际上,只有圆聚元善,决定没有生灭。 那么这是我们佛法里面常讲,不生不灭。 这个不生不灭意思,我们通常呢,也觉得很含糊,搞不清楚。 怎么不叫不生不灭? 圆聚的时候不生,圆善的时候不灭。 从圆上就观看没有生灭的现象。 那么讲圆祺,圆生,信祺都是一个意思。 这个是在信中,特别是在般若跟禅宗里面讲的最多。 那么这个是,这正是本性随缘其用。 而其之相用。 那么它随什么缘呢? 缘非常复杂。 这个无量复杂的因缘,它也有一个头绪。 那个头绪就是一念不绝。 就是无名动向。 通通从这个地方起来的。 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的很多。 不觉心就动。 所以说觉心是不动的。 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修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 觉心是不动的。 我们今天求的什么?求觉啊。 希望觉悟啊。 怎样才能够觉呢? 如果你妄念不止,那怎么可能就呢? 所以一定要把妄念写掉。 妄念写掉,恢复到清静。 这个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 所以佛法修学,定是枢纽。 戒是方法了。 因戒得定。 因定开慧。 我们的目的是开智慧。 智慧不是学来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来具处的。 不需要向外学。 外面没有啊。 这个一定要向里面用功啊。 本经告诉我们。 信心清静这身实相。 信用戒定慧三修来看呢。 这个信呢。 就是戒修。 清静就是定修。 实相就是慧修。 这两句话里面。 戒定慧三修都圆满居足。 那么由此可止。 这一念不绝就起来无名了。 无名是动向。 这个随语言呢。 第一个语言就是直接无名妄动。 一向中的说法。 这个无名起来之后啊。 无名不绝三修。 这就把真如本性变成阿赖耶诗。 阿赖耶诗里面有三细相。 无名夜相。 无名夜相。 转向。 境界相。 转向也叫做见分。 境界相也叫做相分。 那么见分。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的这一部分。 相分呢。 是讲物质这一部分。 精神跟物质都是无名夜相里面变现出来的。 所以心跟无是同源的。 同一个根源的。 这是相中说的详细。 那么他就起变现出这个现象。 念头啊。 也就是妄想啊。 它越来越复杂。 于是变现的现象呢。 也非常复杂。 如果我们要问。 我们这个妄想。 究竟是多么复杂。 你就看它变现出来的相分。 你看这个设法界一正庄严。 这个复杂的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它跟我们的妄想啊。 完全成正比例。 这个复杂的现象怎么复杂。 我们的妄念就怎么复杂。 啊。 妄念是因啊。 这个现象是果。 那缘不理性体。 它也是自信。 随着人缘缘现出来的境界。 这个是设法界一正庄严。 都是一塌其心。 第三个将原成实性。 原是圆满。 成就是成就的意思。 为本具啊。 是本来具足的。 所以原成实性啊。 是讲的真如本性。 啊。 它从体上说的。 越体说啊。 啊。 明起本来圆满居足。 非造作法。 啊。 啊。 就是它不是有为法。 啊。 这个。 一塌其变极直性啊。 是有为法。 啊。 在不有法里面呢。 总共。 分为九十四法。 分为九十四法。 那么原成实性啊。 是属于无为法。 而且是六个无为里面。 最后一个真如无为。 才是原成实。 那个其他的。 像这个虚空无为的时候啊。 它还不是原成实。 啊。 这个实就是真实。 啊。 决定不是虚妄的。 啊。 像前面两类都是虚妄的。 啊。 绝对不是真实。 这一个。 这个原成实性呢。 它是真实的。 啊。 它不是。 它是没有生命的。 此记信重常说之。 发界。 真如如如真心实相。 源觉自信倾心倾心 orig tun相等。 其名无量。 佛在经上说元称时 那个名字说的很多 有一些同修 读佛经不免起了怀疑 说释迦牟尼佛 一桩事情用一个名字就好了 说那么多名字 把我们都讲糊涂了 他为什么不用一个名字 实在讲佛说法 我们大家都能肯定 充满了智慧 在方法上讲 极尽其善巧方便 而是我们不能领会 所以在里头还产生了误会 这是我们的错误 佛为什么用很多的名项呢 他有两个道理 第一个 一个名项没有办法把这一场事情形容得清楚 这就是这样 这个信德 它是多方面 一个名项没有办法完全包含 第二个意思 怕我们学佛的同修执着 执着就错了 前面讲法上印刑 何款非法 这个信像中里面都告诉我们 我们求学的态度 第一个是要立以名字相 可见的名项不能支出 所以佛一桩事情 说许多名项 就是告诉你 不必支出 懂得意思就行了 不需要支出 所以有这两个理由 佛往往每一桩事情都说了好多个名称 那么特别是这个真如本性说的非常之多 这里只是六曲几个名词而已 七名无量 信中意味之真是信也 相中称他作元臣实信 信中也叫他真实信 三信的说法 是不是达到究竟圆满呢 没有 为什么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他是落在 隐喻与思量这个范畴之中 那就不是究竟的 所以必须要有三无信 这个问题才真正达到了圆满了 正如同佛说法 说到最后 他一定把所说的完全否定 这才圆满 为什么否定才圆满呢 因为真如本性里头 本来没有一个念头啊 你说什么 所以一定要懂得他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我们要会听呢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你才能够其入境界 这才是真正达到教学的目标了 所以不可以用思维 不可以用想象 不可以用言说 但是我们离开思维 你想象言说 不能够传递 佛要把法传给我们 就无法好传了 必须要利用这个做工具 所以透过这个工具 你要从里面误辱 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接着一定将三无心 三无心 相无心 生无心 圣与无心 无自圣活 这个字 厚厚婆婆的 不能把它当作没有 你要说没有的话 那就说做实了 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他说有非空之意 即不可执着 说得讲 这个我最好的一个讲法 就是决定不能执着 执着呢 就错了 执着要用金刚经上的话来说 你一定度在四相四尽的中 那就错了 所以要懂得不执着 我们看底下的一段 再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那么先说相无心 虚妄之相 非真实相 信中本无有相 因不着相而无知 乃是信仪 视为相无心 这个文字很简单 圣在讲呢 将这个名词解释的也相当清楚 虚妄之相 正是金刚经上所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那么相是怎么来着 我们知道 它是夜阴果报 所产生的现象 夜阴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波动 我们佛法里面讲 不觉心动 我们讲心动 跟现在科学家讲的波动 这个意思非常接近 念头就是心的波 心的波动 那么动 它就会现象 可是这个像呢 绝定不存在 我们现在感觉的 这个现象的存在 实在讲呢 是这个波动的相续相 连续的现象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它确确实实 是当体解控 了不可得 这是一定要清楚的 我们晓得 现象是怎么发生的 它的真实状况 然后才懂得 这个佛法里面所讲的 染尽波 生灭波 那个染尽 在我们看 这个现象 是极其粗显的 怎么能说波 清净到极处是佛 染物到极处是阿比地狱 是不是真的 不耳 真的 一点都不错 极其音进 也是音念性的像 而且这个音念是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不可得 极其染物的像 也是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你要求这个像 也了不可得 我们今天说 这是心态粗了 见不到这种 四十真相 所以看到是连续 连续像里面 对于染尽 好像感触 特别的深刻 其实我们的感触 是错误的观念 的确是错误的 所以佛于大菩萨的境界里面 他们若聊 他们若聊 诸发 也如啊 确确实实 若聊 诸发 平等 乌有高相 他们入的是 那叫一针发结 这一针发结 简单的讲 就是把十发结 看成平等的了 在十发结里头 极其差别里面的差别像没有了 你看到的是真正清净像 这个清净 人静两边都没有了 这个叫真清净 看到这个现象 看到不二的现象 发发皆如 发发皆识 这个是一针发结里面的境界 这是真实的 那么这个妄想 是心 现起的 但是 它并不是真心 心中本物有相 不但六道的相没有 诸发结的相没有 给注意说 一针发结的相 也没有 总而言之 只要是有现象 都是心动 那么现的相不一样 社发界的相不相同 这个就是动的整幅大小不相同 在社发界里面讲 越是往上面去 我们讲它的心越清净 越清净 波动小 越往六反 它的波动越大 是这么样形成 所以到了菩萨 到了佛 那种波动 急急乎乎 它接近水平 见不到它的动物 见不到它的动物 其实它还是有动向 它要没有动向的话 就不会现象 那么知道这个四十真相 知道它的原理了 自自然然就不会着象 不会在象里面起分别执着攀岩 不会起这个念头了 因为象的象是假的 象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见到的都是夜阴果报的象徐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 万法界空 因果不空 为什么因果不空呢 就是因为有社发界的幻想 社发界幻想从来的因果来的 所以因果不空 跟法相为时中讲的 这个象界是虚妄的 唯有实是真实的 这个意思完全相同 那么不着象呢 从象上就见性了 这个意思前面都说过了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云生之法 本非真心 信体无此原生 因不着原生而无之 乃是信也 视为生无心 这个生无心是对一他起的 生是讲生灭 生灭就是一位 所有一切万法都是个生灭法 为什么它有生灭呢 因为它是生灭心变 生灭心就是生灭的念头 我们的妄想念头 一个念头灭了 底下一个念头接着就起来了 我们自己晓得我们这个念头的起灭 这个念头是很粗很粗 最威信的这个念头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觉察到 但是阿赖耶诗里头那个威信下 我们能够觉察到的这个念头是第六意识 我们讲意识 就是下意识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能够觉察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能够觉察 所能够觉察的还是意识里面那个粗显的一部分 它威信的那一部分我们还是觉察不到 那个阿赖耶语的威信下 那当然就更难了 这是佛在大臣经上常讲 八地菩萨 见到阿赖耶诗 八地菩萨 你就想那个心多清净 我清净心就是定功 世间的定功四成八地 这是没有出六道 我们讲一般修订 这个功夫分八个等级 第九段的功夫就出三戒 就出了六道轮回了 我罗汉辟知佛所证 九次的定 那是第九等的定功 可是阿罗汉辟知佛的定功 在大经上 原教大经上 他们的断正功夫 也就是这样定功 等于七性位的菩萨 换一句话 七性位的菩萨的定功 这是第九等的定功 八心九心十心 再到初诸 初诸有十个位置 十诸诸诸行十回向 有三十个位置 然后从初诸二诸到八诸 你们想想看 那个等级不可思议 八诸菩萨那么深的定功 观察到阿罗汉辟知佛的心动 这个心里的威胁的波动 他见到 见到才能够把他降服 才能够使他慢慢在平静 你见不到的时候 你对他就没有办法用功夫 见到之后才能够降服他 所以八诸菩萨 转阿赖耶成大圆尽之 这个时候见到 这个阿赖耶里面的洞下 还是无名的 那波动的源头 他见到了 所以云神之法 本非真心 到这个时候 他亲自见到 真心本性是不同的 那么阿赖耶里面的洞下 还是无名在作祟 一念不绝 而有无名 这是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给予 我们今天讲 宇宙万有的本体 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 从这来的 可是真心里头 没有这个东西 现体无此原生 明了这个事实真相 对于所有原生 不要说原生所信的幻象 不执着 原生也不执着 原生是能生 现象是所生 能所都不执着 小的呢 这个就是信 就还是真心的起用 这个叫做生无性 原起信空 前面依他起信是讲原起 生无性是讲信空 原起信空 圣意无性是对原成诗说的 原成诗说实在话 是很不得已 佛为我们呢 齐列这么一个名字 形式 一切幻望之法 这个法之外 还有一个真实 我讲这个幻法之外 这个都有毛病 都有语病 为什么呢 幻法实在讲就是真实 但是讲幻法就是真实 大家很难懂啊 怎么虚幻就是真实呢 很不好懂 幻法之外有个真实 这个大家比较好懂 可是虽然好懂 很容易出麻烦 很容易把意思错毁了 不执着这些幻法 这个幻法就是真实的 只要在幻法里起心动念呢 那就错了 那就错了 所以佛是不得已而建立的名相 扩见的名相是原起的 原成诗是原起的 圣意无性也是原起的 那真如本性哪里有个 圣意无性这个名字 没有这个名号的 这些礼跟寺 我们都要懂得 圣意无性就是真如本性 为一切法之本体 明第一 一名圣意 圣是书身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 说了真如 心 本体 第一 圣意 可见的佛说这种事情 也说了许许多多的名相 圣意 慈性真实 众生本具 本来圆满 所谓圆成实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们虽然不能够彻底明了 我们对佛有信心 佛决定不欺骗我们 真如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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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个个都有啊 本来居足啊 现在虽然在迷 迷失也没有欠缺 也是好 祝佛如来 揪了 挣得了 说个实在话 他的自信也没有比我们多一点点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 佛就讲了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佛在华言语言诀上都说 他说这个话不多 在一切经里头 很少经上有这种说法 这才说出真话了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华言语言诀上尤其说得好 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佛的智慧是圆满的 我们每个人智慧也是圆满的 佛的德相无量无边 万德万能 真的是随心所欲 硬化在舍法界 硬以佛神得度 他就献佛像 硬以菩萨得度 他就献菩萨像 这个叫圆满的现象 佛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的本能 我们的本能呢 今天呢 失掉了 佛告诉我们 不是真的失掉了 真的失掉了 就不能叫本能 就不能叫本欲了 不是真的失掉 而是怎么设定 迷失了 就是你现在一念迷 如果你一念诀呢 你的智慧等能 马上就恢复了 迷跟诀 都是无实的 前面我们说过了 不能再说了 花的时间很长 我们的麻烦呢 就是一念迷是念念迷 我麻烦在此地 偶尔也有觉悟的时候 可是第一念觉了 第二念又迷了 那个觉悟啊 就像闪电一样 这是古人比喻说 是火电光啊 这一会儿又迷了 如何能够保持念念觉 那就成功了 我们的本能就全都恢复了 金刚经上 就是给我们讲这些 理论与方法 这个方法里头 最重要的 我们用很清闲的话来说 就是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交互的去用功 看破一分就放下一分 放下一分呢 又看破一分 又看破一分 你就再放下一分 这样辗转相辅相成 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诸佛之臣佛 从出发心 一直到如来地 就用这个功夫 这个真的叫直接了当 那么这是本居本来圆满 所以叫圆城市 然而圣义也是名字 顾约圣义无信 他也没有自信 应并并生意之家民 也不知而无知 乃真实信 可见得要见真实信 真实信就是清静心 就是真心 就是本经前面讲的信心清静 清静就生实相 实相就是此地讲的真实信 底下这一段 这是后期来说的 做这个三性三无性的一个总结 不着相方式真心 不着原生方式真心 性意不着方式真心 这是总结前面 遍及之心 依他其心 语言诚实心 相无信 僧无信 慎义无信 对于这些法相名词的含义 我们清楚明了 而不能够置住 这个知识 是含着微细的 其心动念分别 都不能有 这才是真心 真心的泄露 真心 相机立心而无体 所以信以非立相而别成 予以游远 这个意思才讲的圆满 为什么呢 信一定现象 信是体 有体一定有相 一定有作用 所以体相用是一二三三二一 我们看华严经的经体上 大方广三个字 就是说的体相用 那么佛法里面讲真 讲旺 它的定义 很简单 凡是永恒常住不变 就叫它做真 凡是会变 无常的 就叫它做旺 那么体相用了 在这个里面 体是不变的 体是常住的 所以说它是真 相跟作用都会变 相也会变 用也会变 会变的就是无常的 我们叫它做旺 叫它做旺 那么由此可知 真往事宜不变 麻烦的是众生着相而不见信 这麻烦的次第 所以只要你不着相 信在哪里呢 信相一如 信相是一体的 见相就是见信 见信就是见相 信相远无二致 这个意思才圆满 佛说三心三无心 所以信相之远容 清梁大师在《华严经》里面 为我们讲的五章爱发解 理无碍 理无碍 似无碍 理似无碍 似似无碍 为什么无碍呢 因为它是圆容的 它是一体的 我们要如何能够 能够起入佛菩萨的境界 也就是说 如何能够起入 真实的境界 这个经上讲得很好 禅宗里的常说 明心尽心 尽心尘佛 本经里面所讲的 祝佛如来 祝佛如来是谁呢 我们自己是谁呢 不是别人的 我们什么时候能成得了 祝佛如来呢 说祝佛 主一定要懂这个意思 这《金刚经》里讲得很清楚 语言叫粗度以上 就是祝佛 《华言经》称 四十一位法身大使 在本经里面称祝佛 这四十一位叫祝佛 究竟古位上 那叫圆满佛 这个四十一位叫分正佛 通通是如来 都有如来的称号 都有如来这个意思 怎么样其如 金刚经上讲得太好了 如来的祝佛如意 我们什么时候到祝佛如意 我们就是如来了 我们就成佛了 所以不是圆满佛吗 分正佛了 真佛不是假佛 什么叫祝佛如意呢 与一切静缘当中 人私环境无存 没有障碍 就如了 有障碍就不如了 我们今天看这个人喜欢 看那个人讨厌 这不如啊 看这一桩事情喜欢 看那一桩事情不高兴 也不如啊 如何能够把十法界看成一法界 十法界是 十法界不二 维摩经上说 如不二法门 众生跟佛一如 性相一如 离世一如 乃至于空有一如 人静一如 佛跟母也一如 无有也法不如 这是我们静甘军说的 万法皆如 法法皆世 这个时候那就恭喜你了 你就成了祝福如来 你若了佛为了 这是我们要努力点 功夫在哪里用呢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顺利静缘之中 练习观了 把这个观念换过来 从前观念错误了 错误就是 样样都不如 样样都不适 样样都对立 如何在这个里面体会到 它是一 它决定不是二 但是这种观 大臣经上都教给我们这种观 实在讲呢 他一定把方法的 这个道理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们观不出来 无从下手 甚至讲 不是佛不慈悲 佛讲得太清楚了 像金刚经上随便念几句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那不就一如了吗 佛是个像 莫归出身也是个像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佛像是虚妄的 出身莫归像也是虚妄的 那不就一如了吗 不就平等了吗 你要时时刻刻提得起来 我们今天难处上 你说他虚妄 他怎么个虚妄法 明明摆在面前 他怎么个虚妄法 你一定要晓得 这个像是夜莹国报 刹那生灭循环所现的 你得把它四十真相搞清楚 像存在不存在呢 刹那生灭不存在 你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 用这个方法 观察 事出事件一切法 你慢慢可以其入到夜莹 可以入博尔法门 这个官不能射掉 一射掉就迷惑了 一射掉的时候 你就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你就有是非人物 你就有无量的烦恼 迷失了真相 真相没有别的 这些是夜莹国报 循环的相续下 确确实实 刹那生灭 刹那生灭 他停 他这个生灭的时间 太短错了 时间太短了 可以说是生灭同时 这一生就灭 生灭同时 所以叫它做不生不灭 诸位想一想 如果果然不生 你说个不生就没意思了 说个不生不灭 那有什么意思 生灭跟不生灭是同时的 说它做不生不灭 这个话就有意义了 它不是真的不生 确确实实 它不存在 你说佛 佛不存在 说鬼畜生 它也不存在 没有一样东西是存在的 从这里去看 就如意义了 就才晓得发发平等 真的是 是诸发平等 无有高下了 我们再看 这个小柱里面说的 智者明了三心三无心之理 一贯通乎形象 这能空有不住 后乎中道 三心三无心 也是说明四十真相 告诉我们 所有一切 法相 这现象的性质 我们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了 当然 就不会再执着了 不会再去分别 那么这样不但 我们可以脱离轮回 脱离生死 事出事法里面 都知道 生死 是大 佛的大 只要你入波尔发门 就超越 事法界 本经令 观一切又违法如梦 这个幕后一手机 这是总结论 一切又违法如梦 并换爆炎 因作如事观 便能动辞三心三无心之理 欢迎之 若明三心三无心 方能彻底了然 一切发之如梦 那么由此可知 形象是一不是二 这个是佛家所讲的 法门无量 殊途同贵 无量无边的法门 到最后都归如波尔发门 像中到最后归在这里 信中也归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能常常做如事观 这个如事观 里面有浅身不相同 有广霞不相同 这个看你 所结一礼的浅身 你的官法 功夫得力的程度 不一样 但是只要肯用功 只要会用功 这个功夫一定得力 一定会逐渐的深入 然后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当之清静心中 本来立下 是为真实性 无有梦想 这个梦幻泡影都没有啊 我们清静心里 确确实实是如此 真心理念 真心在不在呢 在 真心起不起作用呢 起作用 天天都起作用 念念都起作用 从来没有 一分一秒啊 他止住 他不起作用 从来没有 全是真心在作用 虽是真心起作用啊 自己不晓得是真心起作用 这就要迷路 这个就叫反复 日常生活当中啊 还是忘心当家作主 真心起作用 还作不了主 我们跟祝佛菩萨 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 祝佛菩萨 真心起作用 真心当家作主 我们是真心起作用 忘心当家作主 就好像你是主人 你家里用的很多用人 结果当家作主 用人当家作主 主人啊没权了 变成这个样子 忘心是什么呢 分别知主 起心动念 分别知主 这是忘心 真心是什么呢 见闻觉知 真心 我们睁开眼睛能见 能见是真心 不是忘心 那六根门头 举一根 你把这一根 通达了 那六根就都通达了 那六根就都通达了 所以楠言经上 佛爷是举眼根 说得很详细 说得很详细 经文很长 少翻现见 说明能见 是真心起作用 见信见 第一颜言见 是见信见 第二呢 第二人忘念起来了 起什么 起分别知主 第一颜言见的时候 没有分别 没有知主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不是看得很清楚 见信见 所以诸位要知道 立开妄想分别知主 就是真心 诸佛菩萨的六根 跟我们完全相同 人家见到真实的 不带一丝毫虚妄 不带丝毫妄想分别知主 就不带这个东西 只要掺杂这个东西进去 就把真心变成阿赖耶士 如果你要问 我们真如本性 是几时变成阿赖耶士的 为什么会变成阿赖耶士的 有这个问题的人很多 不但现在有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就有人向他问过 这是老问题了 这个问题在佛法 叫根本大问 这大问题 这是根本问题 佛虽然在楞严经上 讲得很详细 很明白 可是读楞严经的人 听楞严经的人 还是没听懂 为什么没听懂呢 说老实话 讲经的人本身不懂 怎么会把你讲 你会听懂了呢 我怎么可以说 讲经的人没讲 因为楞严经 我过去讲过很多遍 我也不懂 我只看古人那个注解 怎么讲 我就照着讲 实际上我没有透彻他的意思 难的 非常之难 为什么没懂呢 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 有妄想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经 还要找很多参考资料 就完了 全是妄想 一大堆妄想 搬出来讲 这是实实在在的 即使你自己 真的有了悟心 真的欺如境界 这个要没有真正修行功夫 做不到 所以你一生要学讲经 去研究大藏经 去找这东西 大藏经从头到尾背过来 也不行 也没用处 必须要在一切经营当中 立妄想分别执着 那就成功了 那你的见闻觉知跟如来 祝大菩萨完全一样 展开经典的时候 看看他们悟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拿的比对比对 那个不相同 所以一定要欺如境界 要想欺如境界 没有别的 放下 放下妄想 放下执着 放下分别 放下之后 还要放下 到哪一天呢 没东西好放了 那你就成佛了 随到等觉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 还没放下 他还是要放下 要做这个功夫 清净心中 本来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 利益且妄想分别之处 知道妄想分别之处 对我们没有好处 只有害处 这个东西造业 有业因一定就有果报 因为我们这个业 不断在造 念念都在造 所以业果相续 因真性 亦随缘故 献其身心世界 等相 事为之一塌其限 这就好比 献梦中的境界 凡夫不明 原生虚幻 生本无生 随之计较之处 任许为始 任假为真 是为缘辑之心 这就是迷向魅信 迷在幻象上 迷在梦境上 意为梦境是真实的 这种虚妄的分别执着 就是缘辑所知性 前面 我们曾经读过 任言经上 六句话 在两百七十五名 第十九段 任务中迷 毁灭为空 空毁灭中 结案为四 色扎妄想 想象为神 这个六句 我们详细讲过 真正难得了 宇宙怎么来的 人生怎么来的 这个六句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但这个宇宙人生 怎么来的 这个叫虚空 怎么来的 毁灭为空 是讲虚空 虚空怎么来的 虚空也不是真的 也是假的 在报法里面 虚空是属于无为法 为什么把它列到无为呢 因为 我们看不出它的变动 像动物生劳病死 很显著 我们看得出来 它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的 就叫做有为法 植物有开花结果 也很明显 矿物 像我们这个地球 大家都知道 沧海桑田 这个地面上 也是不断在起变化 起变化 就是无常 那就是与生灭法 侯宽心求 现在我们知道的更多 就是佛经上讲 陈珠坏空 这是有为法 虚空 一个生起 一个将来说 灭掉 但是 从生起到灭掉 当中啊 它没有什么变化 看不出 它生灭的现象 没有办法 列在有为里面 只好把它列在 无为法里面 但是这种无为 叫相似的无为 不是真实的无为 真正的无为 真如无为 我们的清净心 真如本性 那是真如无为 这个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我们再回头看底下来 这33段 修行人 不可欲望心外 别只有一真心 一定要如真 真望不二 那就是真 如果说望的 外面有个真的 真的外面有个望的 都迷了 都错了 过去 欧阳靖吴先生 曾经说过 佛法不是宗教 佛法也不是哲学 不是宗教 这个意思 我们很清楚 为什么不是哲学 我们读今读到这个地方 就明了了 哲学里面 有能有所 能说是对立的 相对的 佛法里面 没有一法是对立的 所以它跟这些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从对立的 这个心态 去学佛 你决定不能入佛门 现在佛法变成宗教了 那么你要不是学的是佛教的宗教 就是学的是佛教的真实 绝对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教义 所以一定要记住 佛法是不二法了 这个六祖讲的好 二就不是佛法了 所以望心跟真心是一不是二 那为什么把它叫做真心 又叫做望心 因为迷雾不一样 迷了就叫望心 物了就叫真心 迷的是它 物的还是它 而心里面没有迷雾 由此可知 望心真心是假名而已 是不得已说了一个名词 有没有迷雾呢 再跟你说迷雾不 这个就越说越深 说迷雾不 这个意思非常非常之深 我们这个看到迷雾 非常显著的不一样 怎么会不二 你要把它的根源搞清楚了 明白了 那就不二 怎么迷雾 怎么误 这是大臣聊一经典里面 都讲这个问题 金刚经上 尤其说的透彻 尤其说的明白 师尊说法非常巧妙 用极非是名 来形式这个意思 极非是名 形式发发介如 发发不二 所以不能够把这个法看作二 这是讲的真心跟望心 望心之外 另外执着有一个真心 若其如此 任赴魅心 魅就是迷 还是迷了心 还是不坚心 或一顾 不足于心 那真是幸福 换句话说 佛所讲的真心 忘心都不要去知足 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 不能分别 不能想象 我想想福这是什么意思 那就错了 所以佛法里面 不但是禅宗 教下也不例外 佛法里都不讲研究 为什么呢 研究是意识 佛法用的名词叫参究 参究跟研究什么不一样呢 参究不用行意识 也就是不用分别 不用执着 不但这个不用 也不落印象 这个心意识 心是阿类也是 阿类也是是落印象 莫纳时是执着 意识是分别 立心意识 就是立分别 立执着 立印象 那个叫参 一言就是用心意识 一言就不行 一言就完全落着二三了 所以参的时候 不落二三 不落二三 万发一辱 要紧功夫 为在不起编辑职 这一塌起便是元城市 一塌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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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分 是相根作用 元城市是体 一二三 三个一 确实是一桩事情 这是入布尔发门 所以坏在哪里呢 坏在编辑职 编辑职 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就坏在这里 何以故 于性相皆不即止 虽这人现相 而性故无相也 虽世入生死 而性本无生也 所以只要离开妄想分别之主 说法界六道轮回 原来就是一阵法界 那我们要问 那一阵法界这些相 众生相跟佛菩萨相 一样不一样 对主说不一样 并不是一阵法界 这花都变成一个颜色 都变成一个形象不是啊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形象呢 一阵果报本来就那么多吗 这是佛讲的吗 祝法空相 因果不空 因复杂 现的相复杂 可是你也知道 现的相再复杂 这些现象 都是档体借空了不可的 所以三无性里面讲 三无性 就是说这个 四十真相 金刚经上讲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不是没有有 没有这个有违法的 有违法有 设法界都是有违法 但是这些现象 是梦幻泡影 凡复不晓得他的真相 执着梦幻泡影 以为是真实 错在这个地方 这个才是 在这里感受着 有苦乐又喜 这些果报啊 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 在天堂里面 你不会感觉到 落手 你的心 永远是平静的 不会被外境所动 不会被境界所转 你在地狱里面 没有苦手 换一句话说 苦乐又喜时 都没有了 那才叫真的乐 才叫利苦的乐 佛法里面 这个这个 这个的乐 那个乐不是苦乐的乐 苦乐的乐就错了 苦乐都没有 那个叫乐 所以佛经上讲反复的受 就是感受 身 这个所有一切的感受 把它归纳起来 称之为苦乐 两大类 心呢 心的感受 忧喜 把它归纳成 这两大类 你身心的受 当你身心 没有苦乐 也没有忧喜的时候 这是叫血受 血受是最好 最舒适的 这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不叫做 镇受呢 就写的时间太短了 不能保持 如果能保持啊 那就叫镇受 就叫得定了 这个定在佛法里 佛学的名词 叫三昧 你就得三昧 三昧是镇受 就是苦乐又喜 统统都没有了 这个受才叫镇受 你有苦乐又喜的时候 这个受是不正常的 这不是镇受啊 苦乐又喜 跟外面境界不相干 跟这个四胜六凡 都不相干 从哪里来的呢 从你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来的 所以真的跟境界不相干 反复之人 昧于自信 迷着幻象 以为这个现象是真实的 里面有妄想 就是刚才讲了 分别之处 见到外面这个语言 外面是语言 里面是阴 遇到语言呢 他就起现形了 现形是烦恼 喜怒哀怒哀怒哀怒 烦恼就起来了 感受就起来了 外面就是语言 音是里头的 佛教给我 把那个音 洗掉 外面语言不起作用 知道外面的 所有一切缘都是平等 都是档提借空了不可得的 你的心才能够在一切境界里面 真正的清净 真正的定下来 心一清净 设法界 一正庄严的现象 你就看清楚 越看 越清楚 越看 越明了 这个明了 就是智慧 所以这 这三是下 身智慧 没有一样 不清楚 不明了 一切法 怎么来的 怎么发生的 怎么变化的 怎么结果的 都能够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要紧功夫 围在不齐边之际 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 那么与现象都不计较 都不执着了 所以外面境界 就是设法界 一正庄严 直然现象 你自己的心地 清净 一尘不染 那么这个境界 刚才说过了 这是祝福如来的境界 那么要一华眼睛来说 这是法身大肆的境界 你最低限度 已经证得原教促诸菩萨 入这个境界 所以入这个境界 我们身还留在世界 可是确实 证得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 在佛法里有个术语 入 般涅槃 你已经正如 般涅槃 涅槃有两种 一种叫 有余依涅槃 一种叫 无余依涅槃 什么叫有余 我们身体还在 身体还在是有余的 涅槃不是死啊 有很多人认为 这佛教死了 就叫涅槃 哪有这个话 这是把这个名词 完全错毁了 涅槃是不生不灭 你已经完全了解 明白不生不灭的 道理跟事实真相 就叫做入般涅槃 那么身体还在 身体还在 有没有方案 没有方案 刚才讲了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这个时候的身体 就是此地讲的 所以事如生死 事实实现 跟祝佛菩萨 硬化在这个世界 没有两样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会起个忘年 身皆无身 身跟无身 是一不是二 我们世间人 把这个身跟死 是看作两桩事情 入般涅槃的人 很晓得 身跟死 是一不是二 身死即涅槃 身死就是生灭 涅槃就是不生不灭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身灭跟不生不灭 是一不是二 这个话的意思 是这么说法的 烦恼即菩提 烦恼是谜 菩提是觉 我们一般人 把这个看作两桩事情 这一句话的意思 不觉跟觉是一不是二 这是入补二法门 这些话很难懂 而且很容易把意思会错 如果能够正确的体会 非常有受用 在日常生活当中 确确实实 就做这个转烦恼 成菩提的功夫 菩提是智慧 明的时候是烦恼 悟的时候是智慧 所以烦恼都不怕 转过来是无量智慧 我们在以前 讲习当中 说到这一句 我们举了个比喻 来讲 大家比较容易体会 烦恼转成菩提 怎么个转法 我们举个比喻 比如做小偷的 做小偷也很聪明 他不聪明 他偷不到东西 他有很多坏点子 坏主义 坏的手段 他一旦觉悟了 知道这个是不好 不道德的事情 转过头来 他就当警察 专门抓小偷 他那套东西 他都会了 那不就转成智慧了吗 因念之间 烦恼转过来 就是无量智慧 所以不要怕烦恼多 烦恼多 换一句话 转过来之后 你的智慧就多 要会转才行 也就是 一个用在错误的地方 一个用在震荡的地方 用在震荡的地方 就叫做菩提 用在错误的地方 那是犯罪了 造作罪业了 那个错误了 本今为业主旨 在与无助 这个在今的上半部 就讲过 应无所助 而生其心 佛可以说 把这个修行的 总纲领 总原则 在前面 已经都说出来了 所以一步进的主旨 就在无助 一破坏 佛门里面 常讲到 你我 善我的标准 有很多人 没搞清楚 佛法里面 讲善我的标准 凡是为我 都是我的 凡是念念为众生 那就是善的 为什么说 为我就是我的呢 佛法要破我之 你起心动念我 摆在这个地方 你哪一天才能够 脱离轮回 诸位要知道 只要有我这个念头在 你就出不了三界 六道轮回 你永远不能超越 你我 所以佛教给我们 齐心动念 为一切众生着想 不要想自己 这个是大臣的 修学纲领 齐心动念 都想着众生 慢慢把我就淡掉了 为一切众生 我是众生之一嘛 一切众生都好 那我也不会坏到哪里去吧 念念为一切众生 他这个善悟标准 是这么定点 迷雾标准 也在此地 齐心动念 职者母就迷了 所以第一个 就是要破口 观上说 如梦之意 可知 作如梦观 是贯彻到底的 即是由粗而细 由勤而生 从粗学之究竟 其实金刚经上 可以说每一句 每一个字 都可以 当作日常生活当中 用功的关系 这是这一步金的好处 所以佛在经上 屡次地告诉我们 受持独送 为人印书 乃至四句祭 那个四句祭是指 本经任何的四句 不是指 这个幕后这首祭子 它是指任何的四句 四句就是一首祭 通通可以作为 这个关心的标准 那么这首祭 当然更好 因为所举的这些例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都知道这是虚幻不实 梦是总书 换炮饮 前面也一个字一个字 分别地说过了 总而言之 说明 所有一切法相 是虚幻 不是真实 把这个境界看作梦境 实实在在是一个梦境 我们说把它看作梦境 说实在的话 还是割了一层 确实是梦境 确实是虚幻 决定不是真实 这个样子 你的心自然就会清净 也就是说 听于一切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当中 自自然然就不执着了 不分别了 可以放下 放下 智慧就先欠 放下一分 就偷一分智慧 放下两分 就偷两分智慧 这是真实的智慧 就是自信 本具的薄弱光明 我们今天智慧光明 不能现前 就是妄想分别 执着 障碍住了 所以只要一放下了 是本性里面的智慧光明 它就起作用 就先前 所以这个映作如实观 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路如地 是讲 所有一切现象 存在的时间短暂 极其短暂 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几十年嘛 你这样想法错误了 几十年 当然比起 无限的时空 是很渺小 很短暂 但是你没有看出 真正的真相 四十真相没看出 四十真相 刹那生命 我在前面 也曾经跟诸位同修提示过 我们的观音 过去不再回来 那不是一场梦 是什么 去年过去了 上一个月过去了 上一个星期过去了 昨天过去了 今天早晨过去了 中午过去了 下午过去了 能再回来吗 不能 那不是一场梦 是什么 所以不要以为 我这个身体还能够存在多少年 我们这个身体存在 刹那刹那计算的 不是一小时一小时计算的 更不可以一天一天计算的 刹那刹那计算的 你才晓得如露也如电 才知道 不可能存在 这个经上讲的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这两句话的意思 你就明白了 这个论言上讲的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就说的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 这样做官 从初发心 一直到城府 都管用 而且是非常管用 所以他说 这是官车到底的 从初发心 一直到城府 你能够做如实官 正确 非常正确 这个官 由出无而行 由前而生 出戏前生 随着你的境界 不一样 因为你做官 你晓得 这个做官 改变我们的想法看法 官是观念 我们以前 都把它当做实在 当真实 这是错误的观念 以为我们的寿命 很长久 以为我们会拥有 很多很多的财富 这些 这都是错误观念 全是假的 梦境 什么东西你得到 什么也得不到 不但身外植物 你一样得不到 身体都得不到 身体刹那刹那在变化了 这是我们大家都晓得这个常识 我们进这个佛堂来 再一个半小时出去了 这个细胞新陈代谢 不晓得多少 多少个了 可见的 我们进门来的这个身体 跟出去 不是一个身体了 这是现代人 大家都能体会到的 身体都是假的 活宽身外之物 把这些观念 统统改正过来 这叫做观 想法看法 修正过来了 改正过来了 当然我们的说法 做法就跟着改正 这个说法做法 那是行为 修行 修正我们的行为 那么粗细浅身 刚才讲了 随着你的境界 再提升 会由粗而息 由钱而生 换一句话说 你的境界 年年不一样 不但年年不一样 越越不一样 诸位要知道 年年不一样 年的时间比较长 年年有进步 你的功夫 可以说得利了 已经进入了状况 年年不一样 你自己会感觉到 别的人也会感觉到 从什么地方感觉到呢 向上 那个心变了 向就变了 你的气色不一样 你的光彩不一样 你的身体健康不一样 这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也就是说 你要是真的 能够做如实观 你的相貌一天会比一天好 你一年会比一年年轻 你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好 所有一切病痛都会恢复正常 这一定道理 你的心清静了 清静心变出了这相 就是正常的 你为什么会有病痛 为什么 妄想啊 清静心破坏了 里面那个相的时候 它也破坏了 这是很明显 能够看得出来的 功夫更要得利的话 越越不一样 到越越不一样的时候 你自己是充满了信心 真正呢 跟佛法律徒讲 法系充满了 你得到法系 你的生活 一定是非常快乐 非常幸福 这个快乐幸福 绝对不是物质 不是从外面进界的 是从你内心里头 生出来 那么这是从初学到究竟 那这是 这个我们更容易了解了 从是姓位 是诸位 是行位 是会向位 是地位 这是不断地向上提升 一切行门皆不外此怪 所有在日常生活 行为当中 都不能离开 这个四句的官方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